十九 東方日報 乘客驚慌 農煙物保險分死 2015年7月27日兩岸A21本部綜合報導 有乘客益術事發經過時指 當時機艙處於密閉環境 艙內農煙滾滾 且充滿汽油味 若飛機沒及時急降 估計過五、六分鐘 大部分乘客都會因急入農煙窒息死亡 但航空男子仍手持利都揮霧 情況相當危急 雖然最終解決危機 但機上乘客均有死過翻身的感覺 冒險解安全帶逃走 據坐在經濟艙前排的李先生稱 航空男子第一次縱火時正直飛機下降 空者發現後尖叫躲避 乘客無同 險解開安全帶逃走 隨後有機組人員利用滅火器把火勢撲滅 但機艙內以充斥濃煙及汽油味 另一名乘客王女師則指 雖然旅客成功利用行李雙島儲害通道 把男子隔離 但該男子隨後開始打閘機艙內部設備 又再次縱火 乘客梁先生指出 雖然火勢狠快被撲滅 但由於火勢被第一次遺大 加上機艙多近密封 艙內充斥黑煙 不少乘客均感到不惜 所行的事 飛機隨後迅速急降在廣州白雲機場 乘客才得以安全逃生 王女士形容 若飛機沒有及時急降 再過五六分鐘 我們估計就要被婚死了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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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3333337